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两篇 单一月时事也了解相关英文单字 那今天是11月24号 我在下个礼拜会暂停更新一次 底下有放上本篇新闻的单字测验小连结 会在12月6号截止 有兴趣挑战的同学记得注意截止的时间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时事的单字 以及长剧的阅读技巧 这个礼拜有两篇 第一篇是CNN的Cup27 气候峰会 第二篇是台湾news的ASMO大举争财 那目前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第一篇 新闻来源CNN气候峰会 弱势国的损失与损害的补助 那在影片底下 我有放上我整理好的讲义的连结 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搭配讲义你的效果会是更加倍的 那在讲义的后四页呢 我有把字体放大 方便下载下来收看的同学 你就直接看往后四页 那个字体会比较大一点 那本周有四篇 我会讲解这两篇 这两篇是我会讲解的内容 另外这两篇 第一篇是魔兽 我有帮各位整理好单字 你可以下载过来之后 直接看一下 我帮各位整理好的重点单字 那第二篇是阳明山的广芒花记 一样单字整理在这边 非常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增加你的单字库存量 那新闻重点单字 如下本篇的新闻重点单字 总共以上比较重要的八个 第一个就是气候受灾国 气候受灾国的意思就是 它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好 可是因为全球的关系 它却必须要接受到 先进国家制造出来的污染的后果 第二阶段是达成共识 第三个是分阶段停用 停用什么化石燃料 第四个就是有些国家 对于这个气候的变迁来讲 对它的影响比较大 已受伤的 第五个单字是温室气体的排放 努力完全失败 这个Cup27气候峰会 有一件事情是完全失败的 欢迎各位你可以往后面看 减少气候的变化 各位这个减少 减缓的英文怎么讲 好 进入长句解说的节奏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标题 Cup27 Summit agrees to help climate victims but it does nothing to stop fossil fuels Summit就高峰会 Victim 这是受害者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 所以这个Cup27高峰会 同意去帮助气候受难国 但是 there's nothing 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停止化石燃料 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好 文章内容本身 The world has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 face out fossil fuels after marathon UN climate talks were stonewalled by a number of oil producing nations 好 先看一下单字 各位这边有个after after是连接词 遇到连接词我们先断句 黄色的位置这边 我们先做一下断句 先看一下前面 world 这个是世界 fail 失败就是没有成功 失败去干嘛 reach 就是抵达 抵达一个 agreement agreement是什么呢 协议 所以他们并没有抵达任何的协议 要去干嘛 face out face out就是排除 各位这个单字是逐步排除 逐步排除化石燃料 OK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什么之后呢 在马拉松市的联合国 气候谈话 climate是气候 马拉松市 各位他们好像 好像一路开会一直开 开到后面那些成任国 都每个都打哈欠 那最后鼓掌通过 每个眼睛都打不开了 world 这些那个气候的谈话 被怎么样 stone wall stone wall 就是阻碍 被阻碍 被谁阻碍呢 被a number of 一连串的 很多的 石油 生产的 国家 所阻碍 oil producing 就是产油的 nation 就是国家 就是被 产油国 所阻碍 废话 我要停 化石转 谁第一个 跳出来反对 当然是产油国会反对 好嘞 下一句 Negotiators from nearly 200 countries at the COP27 UN Climate Summit in Egypt took the historic step of agreeing to set up a loss and damage fund meant to help vulnerable countries cope with climate disasters and agreed the global needs to c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nearly in half by 2030 非常长的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 要怎么处理 比较好 没有逗点 也没有什么连接词 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利用 介细词来做断句 各位什么意思呢 首先各位 我们有看到 这个有front 这边有off 我们利用这个介细词 来做适当的一个切断 那首先 我们先看到off 这边 我们先断开off 后面的句子 先专心的看前面 这里 那各位 这个front 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这个介细词 各位介细词 就是一种补充说明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范围到哪边 来front的范围是 从这里到这里 各位记得 这个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也就是说 本句真正的主词是 negotiators 动词是took 所以我们再把补充说明的部分 把它删掉 就剩下这 12345 剩下这五个字而已了 就这样主词跟动词 来底下看一下单词吧 negotiator 是谈判者 negotiator 很好记啊 你嘛 这个就是你 go就是去啊 你去 你去 谈判者 你去当谈判者 这样 看各位 你可以这样子记啦 那 historic 这个是历史的 step 是步骤 那所以谈判者 采取了历史的步骤 took the historic step 历史性的一个步骤 好 那至于是什么步骤 我们等一下补充 我们先回过来看 什么样的谈判者 来开始补充了 这些谈判者是来自于几乎将近于200个国家的谈判者 地点在哪里呢 在Cup 27 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埃及的谈判者 200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埃及的Cup 27的谈判者 这些谈判者怎么样呢 采取了历史性的这个脚步 那我们先再来看一下黄色句子这边 agreeing to set up a lost and damaged fund meant to help vulnerable countries cope with climate disasters and agree the global needs to c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nearly in half by 2030 在这个句子也是很长的一句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在里面 这一句形容词的长相是名词加上PP 也就是过去分词的一个长相 它是形容词概念 这边还是在跟各位强调一次 英文的阅读想要进步 把形容词把它搞定 因为它的位置跟中文完全不一样 好来 那我们来判断 我先把颜色兑换一下 这样子各位在版面看起来会比较舒适一点 它的形容词在哪边呢 名词加上PP 这边有个found的PP出现在这个位置 圈到连接词end的前面 这里就是形容词在补充说明前面的这个found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形容词把它砍掉 这里又出现一个连接词再把它砍掉 所以接下来就只要专心的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来单字了 set up 成立loss 损失 damage 灾害 fund 基金 各位 fund 很好记啊 就是fund 很有趣啊 各位赚钱 有趣吧 各位开玩笑 有钱当然很有趣 来 同意去设立一个损失以及灾害的基金 fund 基金 好 开始看黄色的部分 补充说明的部分来了 什么样的基金呢 man to 打算要vulnerable 脆弱的 cob with 处理 这边我稍微跟各位补充一下 像我在阅读这个文章 只要是在讲到处理什么样的问题 的话都会cob with是一个 take off with也有 address这个单字也有 所以总共有这三个字 它会换来换去 就是cob with take off with address 都是跟处理问题有关系的动词 disaster 这个是大灾难 所以就是说 这个基金 它是打算要来帮助 易脆弱的国家 就是经济没有条件没那么好的脆弱的国家 来干嘛呢 来处理气候的灾难 OK 就是这个基金 是要来帮助比较弱势的国家 来处理气候灾难的 基金 OK 来这边我稍微讲一下简单的一个文法概念 各位看一下help这个单字 help这个单字 它在后面有没有看到 它加上cob 各位cob这个是什么 圆形动词 help后面它可以接圆形动词 也可以接to加上动词 我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有圆形动词跟tov 我先讲一下tov 各位一个动词像to表示动作还没有发生 比如说我来帮你洗车 你洗了吗 各位你还没有洗 所以它是加to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它可以加圆形动词 为什么help可以加圆形动词 因为帮助有一点点命令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你爸或者是你妈 乖子 来帮我洗个车一下 你敢说不吗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不的话 等一下就是会被臭脸了 对不对 你不敢说不满 所以它有命令的味道在里面 各位记得一个概念 如果说跟命令有关的都会用到圆形动词 为什么 讲话起来也比较有力气 你想想看我们中文的命令的那种口气 都是那种简单的动词 去走滚 类似像这样 OKOK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句 就是连接词后面 同意 agree是同意 同意这个全球的需求去减 减这个温室气体的emission 各位emission是排放 greenhouse是温室 half是一半 nearly将近是一半 在2030年要减超过一半 好 整句我再念一次吧 negotiators from nearly 200 countries at the COP27 UN climate summit in Egypt took the historic step of agreeing to set up a laws and damage fund meant to help vulnerable countries cope with climate disasters and agreed the global needs to c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nearly in half by 2030 就是它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 来下一句 the agreement also reaffirm the global of keeping 我念错了 sorry sorry the agreement also reaffirm the goal of keeping global warming to 1.5 degrees Celsius about pre-industrial levels 好来这边是单字 reaffirm这是重生 这边有看到firm这是公司 affirm一间公司 re就是再次 再次说这是一间公司 reaffirm再次说这是一间公司 再次声明 above在什么之上 pre是之前 post是之后 所以pre-industrial就是工业前的 如果是post post-industrial就是工业后 然后再了解 所以它这个协议呢 也再次重申这个目标 什么目标 后面开始补充了 有没有 解析词开始补充 要维持全球暖化在1.5度C 这个1.5度C 是什么的1.5度C以内 就是在工业化之前的1.5度C 懂意思吧 各位就是说这个Card 27 它想要把气 其实从去年开始 在英国Glasgow开始 就是全世界就有个共识 我们必须要把温度控制在1.5度C以内 升温 不要不可以升超过1.5度 那这个升温的基准线就是工业化之前的1.5度C 各位这样了解 总之就是1.5度了 好那这边就开始桌了 怎么样呢 先讲一下that that这个单词是连接词 这是第一个连接词 接下还有看到这个逗点 逗点 这个逗点跟逗点 它有个功能 就是在做补充说明用 来我们先把它砍掉 从that的后面把它删掉 attempt 这是努力尝试 也可以当作名词 也可以当作动词 这个单词我稍微教各位怎么记 你如果认真看就会看到tempt tempt跟这个很像 tempt 有一点像 各位你就发挥想象力 at就是在旁边 各位你想想看 你各位有大锅帐篷吗 很累的 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所以tempt attempt一起记它 address 对付处理 emission 排放 然而这个努力要去解决最大的来源 各位来源什么的来源 地球暖化排放的来源 是什么呢 这个来源 各位这个是形容词 各位我打在底下 that开始 名词加上that是形容词 所以这个形容词 黄色的句子 在补充说明前面的排放 这个排放是什么的排放呢 制造气候危机的排放 各位我黄色的部分圈错了 各位真是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我先把它涂掉 我黄色的部分圈错位置 各位请拍一下 要圈到这边而已 这边 各位可以 因为为什么 因为ended 各位这个已经是动词了 所以不能够 黄色不能够圈到这边 所以真正的形容词出现在 绿色线的这一句 这是绿色吗 对 所以这个排放是什么排放 造成气候危机的排放 那这个努力 这个努力 结束 用什么结束 结束是一个 灾难性的结束 来我看一下下一句 下一句就正确了 各位 sorry 各位真的是不好意思造成 如果说造成各位的理解错误 我投影片在做的时候 并没有做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单身 cause是造成导致 climate 气候 crisis是危机 viesco是完全失败 以什么结束呢 以完全失败来结束 在许多的国家 怎么样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的主词加动词 它的位置出现在 这里 各位 主词是这个 这个努力 这个努力怎么样 结束 动词在这边 好那这边用我利用这个句子来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原则上名词后面出现像这一种 to 介系词 形容词 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真正的主角就单单就一个字而已 ok 好再下一句 来 这些国家 including 包含 包含中国大陆 还有Saudi Arabia 就是那个阿拉伯 阻挡了关键的proposal 各位proposal 就是提案 那去干嘛呢 去排除 所有的化石燃料 不是只有煤而已 还有其他的化石燃料 应该还有天然气 ok 好 各位那证据 蛮长的句子 来过我再念一次吧 好 下一句 It is more than frustrating to see overdue step to unmitigation and the phase out of fossil energies being stonewalled by a number of large emitters and oil producers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ila barbuck say in a statement 名字不晓得没有念错 来各位这个是逗点逗点 这个是一个上引号 左引号跟右引号 这是某人说 所以某人说 我们先把谁说的先删掉 那这边有个m的连接词 连接词也先把它删掉 就穿先看前面这里 It is more than frustrating 真是非常令人灰心的 去看到overdue overdue就是过期的 还有延误的 意思说大家要把化石燃料减少 这件事又被延误了 要等下一次了 overdue step 在干嘛呢 mitigation mitigation就是减少减缓的意思 减少减缓 好 以及来再下一句 我们看一下单字 各位来这一句 这一句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呢 这个是它的长相是 名词加上ing 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那位置出现在这边 energy是名词后面加上ing的 好 那我们就顺着看过去吧 phase out是逐步淘汰 stone wall阻碍 就是阻碍就是block 跟我们刚刚看到是block是一样的 emitter发出者 emite就是发出 那它的名词就是emission 排放 就是发出啊 producer是制造者 好 那所以以及什么呢 phase out 逐步排除 排除什么 化石能源 逐步排除 那这个要排除化石能源 这件事情 后面开始做补充说明 这件事情被beeing beeing就ing 就是被怎么样 被阻挡 被谁阻挡 被一些大型排放者 还有石油制造者阻挡了 废话 要断人家的生路 谁不阻挡 这个是minister是部长 stament是声明 那declamation这个是宣言 这个顺便补充一下 德国的外交部长 在一个声明 这样子说 好 那这句我再念一次吧 it is more than frustrating to see overdue steps on mitigation and the phase out of fossil energies being stonewalled by a number of large emitters and oil producers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said in a statement 我把人民先删掉了 这不太会念 victory for climate crisis victim 那各位 这个是一个标题 这是一个小标题 看一下单字吧 victory是胜利 crisis危机 victim是受灾户 但是虽然 那个逐步排除 化石燃料失败了 但是有一个成功 胜利对于气候受灾国的 气候危机的受灾国 是一个胜利 为什么呢 确定成立一个基金会 大家把钱放进来 可是怎么分配 怎么发 都还没有讨论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句 这句他说 the agreement to help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deal with loss and damage represent a breakthrough however in what has been a contentious negotiation process 看一下这一句 各位这边有个斗点 斗点跑去哪里 在这边 我们就利用斗点来做断句吧 后面的先删掉 先看前面 各位这一句 有没有看出主持家动作 各位一样这个主持跟动词 又离得很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边 各位 de jag agreement 这一个是真正的主持 各位你有发现 它后面已经接了to了 所以各位你要有个概念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名词 后面立刻加to 真正的主持在to的前面 那动词在这里 represent 中间黄色的部分 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好 OK 来我们先把它删掉吧 agreement 协议 represent 代表breakthrough是重大突破 所以这个协议 代表了一个重大突破 就这样 整句砍完之后 他真正想要说的就是协议 代表重大突破 没有了 接下来开始还原 我们现在还原前面的部分 这个协议是什么协议呢 看一下单子 vulnerable 是易受伤的 dear with 处理 复习一下 take with address 都是处理 这个协议是要干嘛呢 帮助世界最易受伤的国家 最脆弱的国家来处理损失与灾害 再度复习一下 这边有个help 后面是可以加原型动词的 OK 好 来 那接下来 然而怎么样 contentions是有争议的 这个是那个content content 念错各位 sorry content这个是满意 content 各位不好意思 sorry 又念错 content是形容词满意 content才是目录 不好意思 process是过程 然而 in what has been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协调的一个过程 这个协调的过程相当的有争议 好 整句我再念一次吧 The agreement to help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deal with loss and damage represent a breakthrough however in what has been a contentious negotiation process 好 下一句 It marks the first time countries and groups including long-time holdout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have agreed to establish a fund for nations vulnerable to climate disaster made worse by pollution disproportionately produced by wealthy industrialized nations 又是一个长句 各位本篇文章相当的困难 也不是这样的困难 长句很多 很多形容词 那这边的逗点 逗点各位 这个是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我们先就在这边 这边 补充说明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砍掉 砍掉完之后 各位这边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本 这一次形容词的长相是名词加上PP 在这里 来 disaster 这个是名词 名词后面出现的PP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是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在形容前面的灾难 好的 再把它砍掉 就剩下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单字 establish 这是建立fund 基金会 vulnerable 异受伤的 disaster 是灾难 那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establish 各位这个单子你可以怎么记 这是STA 各位什么是STA 就是stand E 是什么方向 out 出去 那你就想你离开了自己的家 到外面去 你会帮自己再盖 建立一个房子 你就这样子记 站出去 再盖一个房子 好 所以 它标记的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呢 国家跟团体 同意 同意 去建立一个基金会 就是COP27气候分会27届最重大的里程碑 好 大家同意 来一个基金会吧 给谁 给国家 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 vulnerable 脆弱的国家 对什么东西很脆弱 对气候灾难脆弱的国家 来各位 这边也是一个形容词 在形容前面的国家 OK 好 再下去我们开始还原 包含什么呢 长久以来 长久的hold out 不妥协者 长久不妥协的 像是United States 美国跟欧盟 各位 为什么是美国跟欧盟 各位 你知道这个基金会是谁要出钱吗 正确 就是美国跟欧盟要出钱 美国跟欧盟现在自顾不暇了 所以他们愿意出钱成立基金会 是很棒棒的一件事情 OK 好 再下一句 这个气候灾难 是怎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单字 先看一下单字好了 Worse 更糟的 Pollution 是污染 Disproportionately 不成比例的 Wealthy 有钱的 Industrialized 是工业化的 所以这个灾难 是什么样的灾难呢 Made worse 更糟糕的灾难 有谁做的 有 污染 污染 什么样的污染 Disproportionately 不成比例的污染 然后这个污染 又是谁制造的 有 有钱的 工业化国家制造的污染 让这个灾难更糟糕 各位 哇塞 就是 它的那个形容词 都是在后面一路的往前做补充 各位 所以你要读英文 要有这种概念 心理准备 就是 主角会先出现 形容词在后面 OK 等去我再念一次吧 It marks the first time Countries and groups Including long-time holdout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Have agreed to establish A fund for nations Vulnerable to climate disaster Made worse by pollution Disproportionately produced By wealthy Industrialized nations 下一句啊 Negotiato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bserving the talks Praise the deal A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fter developing nations And small island countries Bend it together To amplify pressure 看一下这一句啊 好 这一句 各位这边有个 After 连接词把它断去了 后面删掉 各位这边白色的部分 又出现了形容词 这一句非常的精彩 各位 如果你有耐心看到这边 你真的要很有耐心 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形容词 进步会很多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耐心看到这里 我都不晓得我录了多久了 我只觉得我好像录了很久的感觉 来往下来看 形容词出现在这里 名词后面出现ing 这一个部分是形容词 注意它的位置 框到动词的前面 好 所以我这边先把它删掉 又是单字 negotiator 谈判者 organization 组织 Praise 是赞扬 significant 重要的 achievement 成就 各位significant 这边有个sign 各位什么是sign 签名 你都签名了 当然就重要了 来 这些谈判者 以及非政府的组织 Praise 赞赞赞 想赏 赞扬这个地 这个交易 作为一个重大的里程 不好意思 重大的成就 好 那这个形容词 这些非政府组织 是什么的 非政府组织呢 观察这个对话的 非政府组织 observing the talks 好 往下 After developing nations and small island countries bending together to amplify pressure developing 发展中的 band together 各位band的是乐团 你就想乐团嘛 吸手 联合的意思 amplify 就是扩大 各位这个单词是什么 就是不是有那个扩大机 你如果在玩音响 那个扩大机 台语 日文怎么说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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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字来的 所以在什么之后 在发展中国家 还有小岛屿 小岛屿国 band it together 联合起来 来强调 扩大这一个压力 什么压力 这个气候暖化 对我们压力很大 你有钱的人要给钱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句我再念一次吧 negotiato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bserving the talks place the deal a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fter developing nations and small island countries band it together to amplify pressure 好 以上来帮各位 做一下单词复习 首先 气候受灾国的英文 叫climate victim climate victim 达成共识 reach an agreement reach an agreement 分阶段停用 phase out 其实phase这个单词 有阶段的意思 来异受伤的 vulnerable vulnerable 其实这个单词不太好 念到vulnerable OK 来温室气体的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emission就是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努力的英文叫attempt attempt 就是站在帐篷的旁边 要很努力的搭帐篷 attempt 完全失败 siesco siesco 气候减少变化 叫mitigation mitigation 把那个减缓 把它缓和下来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篇文章 全部的一个讲解 那各位不要忘记 在影片的底下 在这个位置 我有开启 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如果您觉得 影片对你来讲 帮助非常的大 非常欢迎各位 小额捐款 让我有更多的一个资金 可以来做设备上的改善 那当然您的这个 实际上捐款的一个行动 对我来讲 是非常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 像我知道说 哇塞 有人真的是看了影片 都感动到还愿意 就是捐出自己的资金 这个样子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觉得这个方式 在学英文对你来讲 非常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你分享 给更多的人知道 让这个知识 可以传播出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 前三名 就是那个连结 就是那个单字小测验 上个礼拜 在我有录两篇 那G20这一篇 第一名是胖胖同学 厉害厉害 第二名 跟上个礼拜 也是入榜前三名 是李嘉峰 李同学 非常认真 那总共练习了四次 各位 你除了是在第二名之外 我觉得更优秀的 就是你练了四次 这个学习 就是很多耐心的累积 不断的累积 最后你才能够慢慢的进步 那接下来第三名 是嘉诚同学 各位这个八次尝试 相信各位 相信这个对嘉诚同学 你在上个礼拜练习的八次 那些单字 几个重要的单字 对你来讲 应该会越来越深刻 好 那第二篇是 那个人口突破八十亿 那一篇 第一名是嘉诚同学 一样是入榜前三名 三次尝试 第二名是李嘉峰同学 厉害厉害 第三名是胖胖同学 都是这三位同学 带有无比的热情 跟这个努力不断尝试的一个决心 来学英文 非常非常好 各位的 其实各位那个单字小车 那个游戏应该是蛮好玩的 OK 好 那同场加印 我还有第二篇 是Azmo大举争才 也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下个礼拜我会暂停更新一次 I will see you guys 2 weeks from now 两个礼拜后见了 拜拜 拜拜